今年3月台宿二房长子王文阳是以3.6议员在马下的三四层楼的新义豪宅玉之院 昨天晚间的王文阳就在四楼的神秘私人招待所第一次的曝光了 为的就是要招待的刚当选的日本国会议员 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日本议员一到达王文阳的招待所 就立即的劝劲王文阳重掌台宿 强调说如此一来将有助于稳定日本台湾之间的东亚经济 这里是王文阳先生的私人招待所 而且头一次对外公布 您可以看得到现场紧张的气氛就知道这一次有多么不容易 王文阳私人招待所第一次神秘曝光 为的就是等日本远道而来的贵宾说的这句话 虽然很遗憾这个王永庆先生过世了 但是如果王文阳先生能够顺利掌管台塑公司 此举将对于台湾日本及东南亚的经济都是相当重要的 王文阳虽然当场没接枪 但是从接待客人的架势就知道主人心里多有面子 为了迎接这群刚当选的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 王文阳和吕安宁特地重新打造为在四楼的豪华私人招待所 包括施瓦罗斯骑水晶吊灯 凡赛斯沙发座椅 卡萨长行餐桌椅 厚重又不失艺术气息的铜雕大门 入门玄关有明亮的铜制镜铜雕塑和精英剔透的水晶碗 就连门口的花座也都是五星级饭店等级 王文阳私人晚宴除了邀请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等7人 还有包括原本应邀却不客出席的李前总统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前国大议长苏南辰 前新闻局长黄徽珍 连中外的女儿王思涵也在席间 犯到红粉之己 吕安妮没能列席 不过这场劝太子重掌江山的戏码 让王文阳面子里子都开心 中天新闻国王书张正威 SNG小组